10. 東方日報 無視華希危機美息今年加 2015年7月12日產經B01希臘危機和中國股災似乎未有打亂美國加息部署 聯儲局主席耶倫上週五發表演說時重申當局可於今年稍後加息 以使貨幣政策開始正常化,言論令加息如期再度升溫,未債應聲急錯 而美國利率期貨顯示,9月加息機會由上週三的21%升至33% 12月加息機會亦由54%飆至67%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重申當局可於今年稍後加息 耶倫強調經濟和通脹前景高度不明朗 意料之外的事態可能壓後或加快恢復加息的時機 但他只在演說稿中的一小段提到希臘危機 形容情況仍未解決,更直至不提中國 至於耶倫對美國經濟前景審慎樂觀 並稱與6月以息時官員的評估大致相同 他指出兩大不利因素的影響正在減退 包括強美元和油價下滑,為同時指就業市場依然未全面復甦 歐美股迴勇道指收帳211 耶倫重申外界對首次加息的時間不應過度看重 最重要是未來利率走勢 而他預期是戰爭及不會太快 耶倫將於本州出席國會聽證會 發表半年貨幣政策報告 並接受議員的質詢 康宏資產管理業務拓展部統時吳芳俊表示 美息加幅不會很大,加上市場已一早對此有所預期 相信者不會對港股市場構成很大衝擊 傳統上加息不利公用及地產者捨資本密集的企業 但有望提高銀行的正息差 科技股普遍所受影響會較少 耶倫的加息言論,加上避險情緒降溫 美國三十年期債息兩日一到漲最多二十三點子 兩年最經,十年期債息上週五再升八點子 全州倒升二點子至二點四離 蘇格蘭皇家銀行證券美債策略原報 雷格斯認為美國九月有加息機會 相信美債再有拋售空間 欺債危機露儲光 加上A股報復式反彈,歐美股市連續兩日回用 其中,道指上週五漲211點,收17760點 全州倒升0.2%,標指上週五升1.2% 兩個月最經,俗稱恐慌指數的FIX波動指數上週五錯16% 創今年最大跌幅,歐股上週四,五合共漲4.3% 創一一年以來最大兩日升時 當中,西班牙及葡萄牙股市上週三至週五分別類升6.7%及8.7% 意大利股市更飆9.4% 紐油週四7.4% 至歐元反彈令國際能源機構警告供應過性問題持續 紐約旗由上週五跌四尾先,收報每桶52.74美元 全州余7.4% 歐元上週五對入元增大2.52% 創餘兩年最大升幅,收報136.921元,漲2.25% 全州島升0.4% 歐元上週五對美元逆升1.14%至1.1162